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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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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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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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好了 现在我们正在开始下降 刚才空管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目的地机场周围有10个飞机在周围活动 为了飞行安全我就不架摄像机了 我们到航展了 这些飞机都是在机场常驻的飞机或者是来看航展的 这架飞机是当地钻石经销商的DA40NG 跟我飞的飞机一样 但是它有转流罩 这个是比DA40更高级一点的DA62 它是双引擎 相当于一个SUV 它使用的也是嘉明的G1200 这里是小飞机展区 一般都是Taknan还有Sling这些飞机 这个是PC-12NG 是Platus公司制造的瑞士的飞机 这是一个HondaJet 一个销量很好的私人飞机 也是本场唯一一架的N70客机 在美国这样的小航展很多很有意思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话不要忘了散烈和关注哦